中国武警队长实在太强了 一拳爆竿泰国百胜泰拳王 直接打断对方八根肋骨 医护人员吓得赶紧上台急救 现在大家看到的选手 就是来自中国的泰拳名将刘春瑞 他曾孤身一人杀戮泰国拳坛 巅峰时刻连续作战机场 而且常常都是KO对手获胜 一度打得泰国选手感到胆寒 对手不是被他一脚踢晕 就是被他犀利的肘肌 直接砸裂天灵盖 可谓是战功赫赫 威名远扬 不仅获得过泰国班纳全场65公斤及金腰带 还在泰国知名全赛Max MyTai 掌握65公斤及世界冠军金腰带 面对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中国选手 泰国官方当即重金聘请高手 只为终结刘春瑞的连胜战绩 而百胜泰拳王宋帕 就是泰国官方重金聘请的格斗名将 职业战绩215战198场胜利 拿到过多个赛事冠军头衔 在泰国该级别前三甲的存在 他并没有把刘春瑞放在眼里 宋帕认为刘春瑞之所以能够连胜不败 那是因为还没有遇到真正的高手 面对来势汹汹的泰拳王宋帕 刘春瑞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刘春瑞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 面对这位声明在外的百胜泰拳王 刘春瑞没有被对方吓到 反而是主动以正当发起进攻 不过宋帕却没有什么动作 裁判也是赶紧催促两人 必须打出像样的进攻来 随即两人都加快了比赛节奏 全来推往非常的精彩刺激 是否找到其他人的男人 我们的观点 我们现在看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 是否则在适当时 是否则在适当时 然后是否则在适当时 是否则在适当时 这些男人的男人 是男人的男人 男人的男人 男人的男人 我认为你说你会有什么东西 我认为你会有什么东西 你会有什么东西 我认为你会有什么东西 你会有什么东西 送话突然一个大力的扫梯 刘春瑞后腰闪躲 紧接着就是组合全猛攻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刘春瑞的反应真是迅速 刘春瑞的反应真是迅速 刘春瑞的反应 刘春瑞的反应真是迅速 刘春瑞的反应 可以看出来刘春瑞的拳法非常的重 每一次都能打得宋帕的身体出现位移 宋帕还想以一扫腿控制距离 结果每一次都被刘春瑞接腿划紧 紧接着就是重拳轰炸 此时的宋帕还不服气 居然有屁过挑衅刘春瑞 刘春瑞上去就是一脚 打得非常的霸气 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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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汉又是一个扫腿结果再次被刘春瑞拿住了腿紧接着就是重拳猛杂 裁判一看情况不对劲想要阻止刘春瑞结果都被带翻了 由此可见刘春瑞的力道有多大了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刘春瑞上来就是组合拳猛攻 一度打得宋汉缩在围绳角落 不过泰拳手扛走是出了名的 即使是这样宋汉依旧挺住了 我看了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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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比赛的推进 刘春瑞状态越打越火热 此时的宋汉似乎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刘春瑞瞅见宋汉的防守漏洞 瞧着他的内部猛攻打得非常的聪明 已经摸清楚对方底细的刘春瑞 继续以组合拳猛攻 打得宋汉只能抱头防守 就在此时 刘春瑞致命又勾拳直奔宋汉的内部 一拳直接将其击倒 宋汉当即腾的面目争吟 再也站不起来了 经过场上裁判的判定 宋汉已经无力继续再战 医获人员紧急上场对其就职 最终刘春瑞再一次以KO的方式获胜 让泰国人鲨鱼而归 大家觉得刘春瑞打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